以前装修工程就比较少做泥水 泥水通常有些涉及有五大种类的工程 批档、长生或者地台、砌砖墙、造瓦、 长生或者地台的瓷砖或者屋面瓦 围形图的石市有些大商场、大发展、密业发展的围形图、石市工程都有 另外砌石,砌石通常都是园景多、室外的,室外的隔壮都很有 我们学装修泥水,我们可以分三大个科目去介绍,去学习 首先来讲这个材料,装修材料 主材,主材,主材,英雷,英雷一包包的,银银银车,卡牌 一包包,银银银来的,通常如果你自己单买 最好就叫那些供应公司帮你送上去 最近来讲送上去都是60元左右,一包包,一包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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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两包包,一包包包包包和箱淀沧禁 用之前要降伴机,反对车主要满건 通常5号包包 这就是丫银银银,交渣银银银,以为纸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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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re 8 Если用,用手提供 nonprofits,用手提供针银银银银银银� any 这些就是不收缩水泥,通常用来沟庭用的,就是用来灌浆, 比如这些地方一定是不收缩,如果用普通水泥有收缩性, 这些地方会不会松开,这些沟庭的地方,灌浆的地方, 另外有仙芽的填缝剂,另外有生石灰,香港是少用一些, 国内有会多一些,用来做熟石灰,然后做砌砖砖砖砖,也会用到, 这些材料放在楼上放的方法,要注意的长室, 不要妨礙你长室的工程,不然第二,你搬来搬去就很麻烦, 所以要考虑到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试片材料,主要是瓷砖, 抛钢砖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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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龟醋泥是以前的醋化石,很環保,会吸收空气中的甲醛,有害的空气 龟醋泥是2000年之后开始流行 另外有些是轻质云石,轻质云石是很薄的 它本身是很薄的,有些风窩板的增高 只是麻石才能做到薄云石,因为这些可以做到天花,它是轻生很多 另外再做石,再做石粉,石粒,树枝再重新粘在做一块石,就是废物利用的 这种顺利用的顺利用,长生地板 再来说,泥水材料的辅助材料 辅助材料是非常多的 比如添加剂,黏力,快干剂,组强剂,各方面很多 快干剂,组强剂,组强剂,泥水材料很喜欢用石膏,组强剂,组强剂 又有自流瓶,加到英零,组强剂,组强剂 组强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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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强剂 减水剂,就是不用太多水,英零各式各样 有些东冬季的添加剂,东冬季是北方的地方 冬季是冬季是冬季是冬季的,要加一些添加剂 让它们的养护,让它们能够快干,冬季是公用的 有些纤维的防裂剂,就是批装的,有些批装割 一来泥水批装割,我们就爆开,所以有些批装割 这个是组强剂,稍后会讲怎样用的组强剂 手工具有些是亚製机,我们切割的亚製 它的效率很高,一躺就会分到两边 调剂,二刺一般用的,钢尺也是批装剂 银尺也是批装剂,铁尺通常要两米,两米长 调剂就是垂直,一批垂直一批垂直用的 水平斜,平水喉是批装剂水喉,拿两点的水平 西泥这个网以前很多用的,因为以前很多用地下刮黄泥 这些东西的东西是用来用的,现在就少一点 翻橙,平水仪,用平衰和垂直,水平尺,这些是很常见的 那工具呢,除了收工具,我们还有机械工具 这些是电饭煲,有些搅拌机,有些大的地台,或者石市,轻质石市开,都有搅拌机 将那些材料充分搅拌,这个是石市的零石市用 钓重机,钓重机其实大些工程都会用的,不如钓两三楼那样钓上去 因为我们免得用电梯,有人台也很麻烦,用吊厂机上去 这个是石市泵,石市泵就建造用多些,有时那些泵就上天台,英泥漿 都用石市泵,这个是喷沙的漿机,喷沙的漿机 喷沙的漿机,喷沙的漿机,喷沙的漿机,这个是喷离子的 这个振笔是石市,石市用多,这个是展式升降台,很方便 因为它自己会行的,升高降低,石工就方便 这些东西不用着急,这个是棚架 好,刚才我们讲了工具,现在讲到第三项 就是石工,泥水的石工,石工我们都可以分五种 推荡,文型土,刺墙压,和做石,我们讲批荡 批荡中的英泥山批荡,一分英泥山批荡,一分英泥山批荡 它因为防止这个砖和那些石屎之间裂开,将来 所以它要加个挥荡网,我们将它拉住它,有个批荡网 墊底,不会裂开,另外天花的,Sportling 首先有些防守剂,防守剂,放一些钢筋 打到钢筋离开石屎之后,然后批荡好天花的 这些标筋,长身那里做的标筋就是泥山批荡 就是拿一个垂直的位置,认不住的位置 当你到时批荡的时候就会垂直的,就是装作一个依据 做饼仔都是你的地瓶,瓶水的一个依据 做饼仔,这个喷沙一张就是批荡的底层可以用喷机的一样 喷得快很多,另外可以用水磨石,水磨石用英泥架石子 用磨机把它磨平,这个洗石米就是 然后 ends把石米将在牛玉搅拌均度沽垂 buenos 好,现在讲砌掉砌的砌啦 那个砌 is点斋 砌去砌 to ore case 专丸是因为砌的砌冯网的,是砌枪网 每一行的泥水位置就用砌砖网,通常每三行就用一块, 就是bonding,三行就用一块,另外的墙就不会弯的,实际很多的, 但你看到三行砖砖砖的砖砖也不同, 这就是bond,一拉短一拉长,不然现在装修得很少, 这就是轻砖的轻砖场,中间棋有几柱, 因为轻砖场太长它容易弯曲, 有点震动它会弯弯起来做几柱,帮它拨力, 现在多数用草铁来拨力, 我们继砖要拉线才可以拿直位, 这个一定是必须的, 继砖这个沙漿通常一份熟尺灰,一份鹰泥,六份沙, 现在都是一比三沙和水泥, 砖的砖的砖瓶是一块砖瓶的, 整块砖很大的砖瓶,asta省工夫好多, 这次砖得大块, 只是那些 yarnilla,普通沙匝没力ं有力量。 好了,说完砌砖,菜即是择砖磚了, 像大叔砍、雅片、鑽,爱子铅、磅砖 还有砌砖小砖 Goneangers, 我们现时砌地台有大量砖砖大版砖 我们平时分两种,一种是干湿砂,一种是硬底,一种是把英泥和沙拉堆在地上, 然后流水下去,然后放回磁砂下去,这个就是硬底的地下, 盖好去先后,然后塗英泥将底下泼下去,这个就是磁砂胶, 这个就是黏磁砂胶,首先它先刀化了长生,然后再塗了英泥, 然后再塗一块磁砂胶,这个是比较旧的做法,现在都很少人这样做, 现在都算用磁砂胶多了, 好了,现在讲运营土的施工, 实际上,做大型的工程卫营土都吃虧很多, 小型的工程就是厨房,可能做个造台,倒个操台, 做大型工程,比如这个屋面,大面積, 倒掉你的轻质卫营土, 轻质卫营土就是英泥再加一些发泡剂, 但是,你见到这个屋面,很多洞洞,天台很适合用, 因为它有隔热,如果做大工程, 大商场或者大坡石的楼, 比如说,有关科地下层的屋面,屋面有很多, 地台要倒到分钟四吋以上, 那我们就要用到甚至要落钢筋, 因为它太厚,钢筋就是帮我去补强,不会弯跌, 有时候,比如水池,我们要做一条机制, 倒一条机制,我们都要做运营套, 比如这个水池旁边起一条机制, 我们要倒石屎, 好,说砌石,砌石, 中常装修更多是做文化石, 砌法和砌磁砖差不多, 一般都是比例,所以做文化石, 大陆是大陆的文化石, 砌石都跟尺寸差不多, 那些是一般的石, 正式的文化石, 美国那些是堵帽出来的, 模仿那些, 很久以前, 几千年前的石墙, 包括堵帽出来的,一块化的, 这些是室外用的, 有什么叫rubblework, 砌石,砌链石, 这些都是外墙, 砌链石, 砌石就比较少些, 一般就是阿里泥水, 装修泥水, 採造文化石。